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6号星期五 前两天4月23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岛外海举行海上大阅兵 除了中国的海军参加 还有多国舰船参加 是为了庆祝中共的海军成立70周年 那么当时我提到 那天的阅兵出现一系列的 一连串的意外情况 除了天宫不作美之外 还有在各国军舰中 该来的没来 不该来的来了 那么其中一个意外之一 就是法国军舰缺席 当时在阅兵之前 中共所有的媒体报道 都有法国军舰 而且型号非常清楚 说是法国的铺月号战舰 护卫舰 事实上在十年前 2009年 胡锦涛为了中共海军六四年举行阅兵的时候 当时也有法国军舰出席 那么这是法国军舰意外出席 现在结果揭晓了 那么这两天才知道 法国军舰没有到中国的青岛外海 而是前不久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件事情发生在不是同时 而是之前二十天几乎 就四月六号 法国军舰铺月号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件事为什么过了二十来天才曝光呢 首先是美国的官员向路透社记者 透露了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刚传出来的时候 还有人以为是假消息 特别是在台湾一些亲共的一些地方媒体 以为是假消息 但随后得到了美国 台湾政府和法国政府各方的证实 中共对此感到非常的恼火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 做了两次不同的表态 第一次表态是说台湾海峡作为国际水域 各国的舰船有穿越的 有航行的权力 那么第一次是做了一个中性的表态 说只要遵守国际法 或者不违反中国法律 但到第二天 这个口气就转为强硬和高调 说是法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水域 说中国为此提出了严正交涉 向法国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 最后中国一些网站和媒体暗示 说由于法国军舰铺越号 在4月6号穿越了台湾海峡 因此中国方面收回了对法国的海军节 或者是越舰式的邀请 在中方的说法 但是法国并没有这个说法 也许是这个事件之后 双方沟通不唱 因此也可能是法国取消了前往青岛海域 或者双方不与而同的不欢而散 总之是闹了个不欢 那么这件事情为何重大 在一些媒体上说是非同小口 非常的意义重大 是因为在中共在三个方向 这个挑衅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击 一个是南海 一个是台海 再一个是朝鲜半岛对北朝鲜的支持 那么这也被国际军事专家认为的是 未来世界大战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热点 要么在南海 要么在台海 要么在朝鲜半岛 都是热点 那么应对这些热点 文明社会采取了非常高度警惕的态度 比如说台湾海峡 中共最近是最近几年不断的军机脑台 军舰脑台对台湾进行恐吓 而且加快了所谓这个统一 实际上是吞并台湾的这个步伐 向这个一举摧毁民主台湾 台湾的民主 那么前不久了还悍然的穿越了台湾中线 中共派两架战机穿越了台湾中线 而且后事后还宣称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 意思是说想穿过就穿过 想通过就通过 甚至台湾提出一些反制 比如说驱离 中共还号称是 这个表示在台湾在挑衅 自己在挑衅别人挑衅 也就是说我来 你不要 你不应该说话 你也不应该这个升空难接 那才是对的 否则的话就算挑衅 甚至如果说中共的军舰军机来了 你应该迎接才对 打开城门迎接才对 否则的话就叫挑衅 所以中共的强盗逻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军舰提高了 这个巡游台湾海峡的频率 同时其他军舰也逐渐加入 就包括这是法国军舰 这是法国军舰加入之后 巡航台湾 穿越台湾海峡 那么未来可以预测 包括英国军舰 澳大利亚的军舰 甚至日本军舰 都可能穿越台湾海峡 所以这是一个强劲的信号 是对中共武力恐吓台湾的一个反制 而台湾的政府和蔡英文总统都说 对台湾海峡穿越的船只都非常有精确的掌握 事实上台湾方面这个暗示 像法国美国的军舰穿越 有利于台海的和平 只是没有把话讲穿 那么法国方面的意图是什么 法国方面的意图如果说 从中间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它是为了维持一个平衡 因为法国这个战舰 扑越号 如果在4月6号穿越台湾海峡 然后在4月23号 到青岛参加这个中共的 所谓海军节的话 那么法国发出一个信号就是 我既去参加中共的海军节 但是我也不要忘了 中共正在四强凌弱 以大气小 因此法国军舰有必要穿越台湾海峡 以维持一个区域的平衡 表示在海峡两岸应该和平相处 如果法国军舰仅仅是参加中共的海军节 那发出的信息 就会中共拉了这么多的外国军舰 外国的海军来挟洋自重 为自己站台 那么就加大了他四强凌弱的筹码 这就是美国缺席的原因 美国不愿意为中共的海军去背书 加剧他对周边 包括台湾的霸凌凌行为 但如果法国也仅仅是去台湾海峡 那么不去青岛 应该说给中共也是没有面子 或者没有台阶下 因此法国没有去青岛的话 应该是双方最后谈不拢 不欢而散 所以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中共方面 那么另一个方面 法国所发出的信息就是 法国这个国家作为欧洲大国 或者说是老牌的欧洲国家 它的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就是 扶弱抗抢反对 思想凌弱 其实法国不仅在对中共说不 它在民主国家内部事务上 经常对美国也说不 因为法国有这个传统 他是不愿意对这个随便对大国强权去复核的 所以尤其像中共这种价值观完全对立 四强凌弱 对内欺压老百姓 对外呢是欺压邻国 这样一个强权 这样一个就是非正义的强权 法国是更要说不 所以法国跟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最近非常微妙 三月份习近平才访问了法国 访问的时候呢 当时习近平是跟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 但是只投资了70亿欧元 但是法国是坚决反对一带一路 而且批评意大利签署这个备忘录 但是习近平访问法国呢 却给法国投下了400亿欧元投资 来取悦法国总统马克龙 那么双方在谈话中呢 也有趣的一个对照 习近平在投资之后跟马克龙说话 非常这个好像是自己是投资方 是有钱的大佬 腰缠万贯 就对马克龙说了这么一番话 意思就是说我们中法是朋友 是伙伴 不希望呢 任何一方在背后耍小动作 说了这么一句土话 或者说很世俗的话 相当于是以小人之心 多君子之福 在暗示法国 或者马克龙 似乎中共投资了 你就应该合他的意 而不是跟他这个相反 围绕他的意志 那就叫耍小动作 这个马克龙从容地回答了习近平 引用了中国古圣贤 孔子的话 这个损友益友的话 孔子说益友有三种 损友有三种 而益友就包括 有资有量有多文 有资就是说坦诚相待的朋友 直言不讳的朋友 有量是诚信的朋友 有多文是博学多问的朋友 反过来另外三种损友就是 欧于奉承的 或者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等等 那么马克龙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跟中国是朋友 但是朋友要这个是真有 产生相待 直言不讳 所以相对于马克龙现场的给习近平上了一堂古典中国文化课 因为共产党已经丢得差不多了 尤其是把中国古典文化中正面的精华的部分 几乎完全流失 所以这一段对话是中华关系的一个典型写照 就是 法国不仅有现代的文明 而且在古代文明的精华中 他也找到了这个依据 而中共不仅没有现代文明 比如缺少民主政治 甚至连自己的祖先的一些文明的优秀部分都已经忘记了 所以中华关系非常微妙 实际上法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据统计的并不是第一次 实际上在2015年 台湾的法国的军舰就有穿越台湾海峡 但中共的逻辑是什么呢 如果不报道出来那就算了 我们有面子 但是报道出来就没面子 我就要抗议 所以这次不巧就没报道出来了 是美国方面首先报道出来 因为中共方面觉得很没面子 因此就要来个严正交涉 以尽效尤打招呼 实际上就跟美国军舰一千穿越 如果不报道 中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法国军舰也是一样 所以中共的逻辑就是 只要不让国际社会知道 或者说不让中国人民知道 那我就当这件事不存在 但是如果国际社会知道了 如果中国人民知道了 这个事情就很严重 所以最终来说 中共的逻辑是顾面子 这跟大清王朝满清的心态一样 成天都是只能讲捷报平传 但是一旦有某个炮台被攻克了 都还要对人民隐瞒 直到人家打进了皇宫 都打进了北京城 都在火烧圆明园了 才觉得已经面子丢大了 才觉得皇帝是揽咒 甚为差异 所以甚至才大吃一惊 一个是被大臣隐瞒了 或者说是自己给自己隐瞒了 自欺欺人 说中共现在玩的仍然是 大清国那一套自欺欺人的战略 顾面子 只要面子保全了就行了 结果俄罗斯如果在南海 跟越南合作刊坦石油 不报道就算了 或者说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 不提出来就算了 报道出来提出来 特别是中国人民知道 中共就受不了 但中共仍然还在隐瞒 像俄罗斯帮越南在南海 争议海域开采石油 或者俄罗斯跟菲律宾联合军演 对付中共等等 所以中共在国内都一律的不以报道 当它不存在 说到俄罗斯 现在其实有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 那就是在中国北京 正在举行一带一路峰会 第二届所谓国际高峰论坛会的同时 另一场峰会就在远东地区举行 同一天 4月25号 俄朝收到峰会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和俄国总统普京 在远东城市 弗拉迪奥斯托克 一所大学 叫什么远东联邦大学 举行会谈和宴会 长达五小时 那么这个时候 不管是时间和地点 都非常的敏感 从时间上来说 中共正在举行 一带一路峰会 而在一带一路峰会前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 中共是邀请了金正恩出席 那么金正恩不仅没有去出席 一带一路峰会 反而去了俄罗斯 跟俄国总统会谈 这就让人不解 同时呢 这个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但参加之前 先会见金正恩 然后再去会见习近平 这也不同寻常 因为俄朝双方完全可以 从容不迫地放到后面来进行 比如说 都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之后 再来举行俄朝这道峰会 甚至于按照中共所喜欢的 在北京举行 不在北京举行的话 那么金正恩从容不迫地访问 这个做火车访问莫斯科 然后跟这个普京会谈 但是俄朝双方没有做这样的选择 大有深意 对北朝鲜来说 他没有去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而是选择跟俄罗斯总统 在一带一路峰会的时候 去会谈 表示的是什么 是先见普京 之后跟习近平再说 所以说俄罗斯跟美韩 俄朝峰会 金正恩跟普京的会谈 很多中国媒体 或者很多其他媒体 解读为对美国示威 表示二月份河内峰会 美朝峰会破局之后 美国总统拂袖而去 那么朝鲜一个报复行为 就是拉俄罗斯为自己垫背 表示在三个大国中 除了中国靠 经济上要靠中国 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大国 俄罗斯他靠了住 因此呢 对美 背靠俄罗斯和中国 对美国叫板 这是一般的解读 其实金正恩要叫板的 还有中国 北京 还有习近平 因为金正恩实际上 对二月份这个峰会破裂 不仅怪美国 更重要他也怪中国 因为中共方面 习近平方面 不断地给他出收主意 叫他要玩拖延战术 要拿这个核武器 分阶段契合 把核武器拽在自己手上 然后让美国先解除这个贸易制裁 以为看到川普说了那么多动听的话 能够给他解除制裁 结果没想到 川普不想做这些小交易 是想做大交易 要么就做成功 你弃核 我们全面解除制裁 让你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 让国际社会减出一大威胁 所以金正恩可以说是大肆所望 不仅对美国大肆所望 对中共出的这套收主意 也大肆所望 所以现在他在谈 说不排除其他的考虑 只要能达成这个跟美国的和解 所以说这次选在一带一路峰会 不去中国去俄国 可以说是表现了对习近平的一种不板 同样普京赶在这个时候会见金正恩 可以说也向中共和习近平发出了个信号 就是中共的媒体前段时间报道 在朝鲜半岛的局势中 中国美国如何重要 而俄罗斯已经出局或者边缘化 或者没有存在感 几乎没有存在感了 这个时候俄罗斯发出的信号就是 俄罗斯仍然是举出轻重的大国 说给中国发出的信号 俄罗斯不会在朝鲜半岛这个危机中缺席 另外呢 这个普京发出的信号也是 我在见习近平之前 先见金正恩实际上手上也是有个牌 那么这次会谈之中 金正恩跟普京基本上谈得还可以 但普京态度比较谨慎 双方态度比较谨慎 普京在会后对记者说 金正恩表达了开放的想法 对各种解决朝鲜问题的 朝鲜核危机问题的想法都持开放的态度 所以他对此感到比较欣赏 同时但他谨慎地表示 他接着要去中国 他会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报相关的情况 同时他又提到美国 他也会跟美国领导人 美国总统川普通报相关的情况 意思就暗示了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就是想起一个桥梁的作用 说美朝峰会陷入僵局了 破局了美朝谈判 那么俄罗斯愿意扮演一个调解的桥梁的角色 另外一点就是在美国通过门事件结束 是改善美俄关系的大好时机 普京不会笨到说 现在我来帮你北朝鲜出头 去解除你的制裁 然后去得罪美国 现在他要抓紧的机会是改善美俄关系 因此他发出的信号就是 他马上要去北京访问 当然要向习近平通报 他跟金正恩会谈的情况 但是与此同时 他发出了平衡的信息 他会向美国总统通报相关的情况 也就是期待不久 跟美国总统川普见面 实际上美俄在朝鲜问题上 也有一些冲突不大 但是也有一些小小的冲突 比如说前不久美国和国际社会在抗议 俄罗斯也违背这个制裁决议 不仅中共大量的违背联合国制裁决议 向北朝鲜暗中进贡输出物资 但是俄罗斯也这么干了 俄罗斯前不久也用一种传对传对接的方式 向北朝鲜偷偷的输送了石油和煤炭 所以也是违反了联合国决议 而北朝鲜紧紧拉住中国和俄罗斯 也是考虑到这两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 因此希望这两个国家发挥作用 能减出对北朝鲜的制裁 不过从经济上来 中国和俄罗斯对北朝鲜的贸易完全不对的 中国是压倒式的 中国跟北朝鲜的贸易占了北朝鲜外贸的95% 而俄罗斯跟北朝鲜的外贸只占了北朝鲜外贸的1.4% 说经济上俄罗斯跟中国完全不能竞争争夺北朝鲜关系的话 但是在地缘政治军事实力上却不亚运中国 所以这次俄罗斯和北朝鲜选择的地点 弗拉迪奥斯托克 时间和地点上都很敏感 时间敏感是跟一带一路高峰会重点 向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信息 俄罗斯和北朝鲜的存在感和他们的潜在的联盟 不仅对付美国也对付中国 那么地点上也有个信息 因为弗拉迪奥斯托克 中国的名字叫海参歪 是在1860年 中俄北京条约被正式割让给俄罗斯 也是俄罗斯吞并的 俄罗斯在1858年 曾经跟大清政府签订了一个爱慧条约 要割走中国 黑洞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的 总共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黑洞江以北是60万平方公里 乌苏里江以东是40万平方公里 大清政府当时坦承了 但是没有签字 结果在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跟大清交战之后 大清落败 发生了火烧圆明园事件 大清失败之后签了三个北京条约 一个是中法北京条约 不涉及领土问题 法国没有像大清 说要任何一寸领土 只是要求赔偿损失 赔偿天主教徒的损失 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 那么中英北京条约 当时有一小块领土 就是英国为了说动不动 大清给它断水断粮 所以要求香港的一小块土地 割让给英国来做生意 另外也是要赔偿 还有对天主教徒进行赔偿 还有经济赔偿 以及开放通商口岸 但是俄罗斯本来跟英法的一句无关 但是他却以调解停火 有功为由向大清政府勒索 要求大清政府在爱慧条约上进一步承认 所以搞了一个中俄北京条约 结果是大量的侵吞了中国的领土 那就是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其中就包括海参歪 就在1860年正式割让给了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把海参歪吞毙了之后 就取了他自己的名字 弗拉迪欧斯托克 意思就是征服东方或者东方的统治者 实际上也是对大清的或者中国的羞辱 所以这次俄朝收入峰会在弗拉迪欧斯托克举行 可以说地点上也相当的敏感 在暗示中国方面 尽管你是一个肥羊也是崛起了 但是俄罗斯在近代史上从来就能打败中国 所以大清也好中国也好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同样当时的大清也是一头肥羊 经济上远比俄罗斯富裕和强大 但是却被俄罗斯不断的吞噬和残壁 以至总共取值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所以后来的江泽民划定这个边界 是承认了当时的爱慧条约和北京条约 事实上最不平等的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当时的大清政府非常诧异 说英美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领土要求 说大为诧异 仅仅是要求遵守国际法按照国际规则办事 但是俄罗斯确实又有领土要求 因此林泽旭在临死前说俄罗斯终为中国的大患 说是中国的大患 真正的大患不是什么西方列强 而是俄罗斯北极熊 他说对了 那么这次实际上俄朝峰会 还有一些值得提的花絮和细节 经济在到达弗拉迪奥斯托克的车站的时候 他坐的是绿皮火车 时速是60公里 所谓庄驾列车 到达的时候呢 错过了红地毯 他的下车的车门口 错过了红地毯 红地毯铺的位置给他错位 说搞得双方非常尴尬 又把这个驴皮火车调来调去 这个老式的火车才调到这个红地毯的位置上 这个金泽恩才走下来 戴个这个穿个黑色的大衣 戴个黑色的宽边帽 再一个细节是 在这个会谈 在这个大学会谈的时候 普京是以迟的 在国际上是迟到大瓦 以迟到著称 也是他的政治手法 显示他的这个所谓尊贵无比 或者是大国领袖 以前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他迟到四个多小时 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迟到两个多小时 然后会见教宗 他居然也让教宗等了五十分钟 然后会见韩国总统 在中国朴正朴 朴槿惠 中国国家习近平 他都创下了迟到的记录 所以给人的感觉 他是要后来显示大牌 所以这次呢 在弗拉底尔斯托克 这个远东联邦大学 举行会谈的时候 普京又迟到了 迟到了半小时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金泽恩给他来了下马威 金泽恩又比他迟到了半小时 金泽恩总计迟到了一个小时 就金泽恩算好了 你迟到我比你更迟到 你以为你是迟到大王很大牌 我比你更迟到更大牌 所以当场就给这个小国领袖 给了这个大国领袖 一个下马威 恐怕搞得这个普京呢 很不是滋味 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个趣闻 另外呢 在双方赠送礼物的时候 这个金泽恩呢 赠送了北朝鲜的一把宝剑 给这个普京 普京拉开宝剑看了一下 刀刃在闪光 普京说 这个根据俄罗斯的封锁 接受对方赠宝剑是不吉利的 因此就掏出一枚硬币 交给金泽恩 表示买下这个宝剑 说买下宝剑才是 才能够这个化解这个不吉利 所以就可以看出文化差异 北朝鲜对俄罗斯的封锁并不了解 那普京呢 反过来赠送的礼物是一套茶具 说一个茶杯和茶垫子 非常这个微薄的礼物 赠给金泽恩说是金泽恩这个做火车 要用的这个茶具 实际上他也是对北朝鲜不了解 北朝鲜虽然国家贫穷 但统治者是穷奢极欲 这么一个简陋的一个茶杯一个茶垫 对北朝鲜金泽恩看来恐怕是形同羞辱 所以这就是双方的一个细节 然后这个普京飞往北京的时候 跟习近平会见 参加这个一带一路峰会 当时习近平觉得最大的面子 终于有个大国来出席了 另外呢这个又有一个细节 就是普京呢被清华大学 授予一个所谓荣誉博士学位 显然是在中共当局的授亿下 要趋意地讨好普京 因为现在俄罗斯是反中情绪大爆发 俄罗斯的全国朝野都是反中反华 说这个中共非常紧张 要讨好普京 希望稳住中国关系 在中国跟西方完全对立的情况下 那么这是中共的授亿 但是这个习近平做得太过 亲自陪同普京到清华大学去 举行参加这个仪式 这个可以说在仪式上太过 但习近平可能解释说 自己是清华大学出来的 说有必要陪同普京去 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前不久我们都说到 习近平在南非得了个 荣誉博士学位 在中国国内根本不予报道 完全封锁 就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因为国内都在议论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 所谓法学博士学位 在职攻读的 有多少真实性值得一问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情报系统也很发达 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清华大学 在习近平主席的陪同下 领取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 恐怕心里在想 你有一个 你在清华大学有个假学历 也给我来一个假学历 不要认为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就装作不知道吧 既然是个荣誉博士学位 既然是中国所谓数一数二 一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我是装作不知道而已 好 我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